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一项由美国研究人员进行的研究发现 中国的党内官员在2000年至2014年期间 有策略的利用媒体报道腐败问题来削弱对手 这种倾向在官员能够接触到北京高层领导时更加明显 记者我们看到英国副首相奥利福 导灯预计将在周一宣布中国对英国政界人士进行了一系列网络攻击 这是中国支持的干预活动的一部分旨在破坏英国的民主制度 在其他新闻中 美国财政部长贾纳特·耶伦计划于4月访问中国 与中国高级领导人会面 此次访问是在中美关系稳定的背景下进行的 同时中国和欧盟之间关于电动汽车出口的紧张局势升级 被中国欧盟商会比喻为一场慢动作的火车事故 专家们警告称 中国对朝鲜核计划的容忍威胁到地区安全 并驱入了中国在倡导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方面的可信度 此外 中国还仅在南海争议水域对菲律宾船只使用了船套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这些新闻背后的深层含义和可能的影响 研究显示中国的党类官员利用新闻报道来削弱对手 能否怎么 一项由美国研究人员进行的研究发现 中国官员在2000年至2014年期间 有策略的利用媒体报道腐败问题来削弱对手 在研究分析了这14年期间 100多家中国媒体对被调查腐败的官员的报道 发现这种倾向在官员能够接触到北京高层领导是更加明显 道登将表示中国在英国发动的网络攻击 据《泰晤士报》报道 彭博社 据《泰晤士报》报道 英国副首相奥利福 道登预计将在周一宣布 中国对英国政协人士进行了一系列网络攻击 这些攻击是中国支持的干预活动的一部分 实在破坏英国的民主制度 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尚未回应置评起求 去年一家议会委员会警告称 英国对中国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的应对不足 耶伦将于4月访问中国高级领导人 据《泰晤士报》报道 据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贾纳特·耶伦计划于4月访问中国 与中国高级领导人会面 此次访问是在中美关系稳定的背景下进行的 过去一年中其他美国高级官员也曾访问中国 美国财政部拒绝对此次访问发表评论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未立即回应置评起求 低价电动汽车将成为主要的贸易战场 南华早报评论本 中国和欧盟之间关于电动汽车出口的紧张局势 被中国欧盟商会比喻为一场慢动作的火车事故 商会指责中国出口过剩的电动汽车 导致国内市场过于拥起 并呼吁中国扩大国内需求 欧盟已对中国电动汽车市场发起了反补贴调查 对出口实施了重大限制 今年前两个月 中国对欧盟的电动汽车出口同比下降20%至75626辆 中国有必要控制朝鲜的核武化 这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 南华早报专家们警道称 中国对朝鲜核计划的容忍威胁到地区安全 并削弱了中国在倡导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方面的可信度 朝鲜的核武器发展严重挑战了中国的安全利益 可能会造成环境破坏和辐射泄漏 对中国东北地区造成严重破坏 旁击里和事业场的崩溃风险正在增加对放射性物质泄漏的担忧 还有人担心第七次核试验可能会加速白头山火山的活动 白头山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火山之一 中国海警在南海对菲律宾船只使用水炮 中国声称几乎拥有整个南海包括位于菲律宾320公里专属经济区内的第二托马斯暗杀 并派遣船只巡逻该争议环交 中国的行为为不负责任和挑衅 并指责中国海警对一艘民用船只造成了重大损害和人员伤亡 美国谴责中国的危险行动并表示支持菲律宾 菲律宾补给船与中国海警发生冲突 德国之声菲律宾海军舰艇在试图为南海争议港哨补给部队时 与中国海岸警卫队发生冲突 一艘菲律宾民用船只在海军和海岸警卫队护航下 前往希拉马德雷军舰进行每月补给任务时 被一艘中国海岸警卫队船只和两艘中国海上民兵船只 阻挠和包围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 其中一艘船只被水盘支被损炮损坏 美国和日本对菲律宾表示支持 并对中国军队掌持的侵略行为表示担忧 中国在论坛前争取苹果的地母 库克和其他全球CEO的支持 日经亚洲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 在一次重要商业会议之前 与苹果和SK海力士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会面 在会议期间 王文涛表示中国致力于开放经济 并为跨国公司提供增长机会 这些会议是在中国发展论坛之前举行的 外国商业领袖可以与中国高级政府官员互动 在地缘政治和贸易紧张局势 以及中国经济放缓之际 中国正在努力吸引外国公司 根据商务部数据 近年前两个月外国对中国的投资流入减少了近20% 国际对以色列的支持正在减落 德国之声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包括美国 对加沙地带的战争表达了越来越多的疑虑 关注点特别集中在以色列政府计划在南部加沙城市 拉法赫发动地面进攻 那里有超过110万人寻求庇护 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以否决决议的方式保护了以色列 要求立即停火 但两国关系出现了裂痕 加拿大也投票决定暂时停止向以色列出口武器 其他国家包括日本、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 也停止向以色列出口武器 日本的伊藤忠将与SKY Perfect JST合作开展动漫业务 日经亚洲日本贸易公司伊藤忠与卫星广播公司 伊藤忠与卫星广播公司JST合作进入动画业务 伊藤忠将在SKY Perfect JST于4月份推出的一家动画公司中 持有20%的股份 合作伙伴计划通过Netflix和亚马逊等海外流媒体服务 分发动画电影 动画市场在海外增长迅速 合作伙伴希望利用其受欢迎程度推广日本动画内容 新公司计划从2024财年开始进行流媒体服务 并在五年内制作至少十部动画电影 伊藤忠将利用其销售网络专注于海外分销 以用金的形式出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分销权力 这是伊藤忠约17年来首次涉足动画领域 莫斯科音乐厅遭袭击震动俄罗斯首都对安全产生的疑虑 南华早报俄罗斯人对最近在莫斯科发生的恐怖袭击表示悲痛和震惊 该袭击造成一百多人死亡 许多人在俄罗斯各地的纪念碑和俄罗斯驻外使馆前线花并点燃蜡烛 尽管伊斯兰国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但俄罗斯总统普京却将其归咎于乌克兰 一些俄罗斯人质疑为何俄罗斯安全机构未能阻止这次袭击 并担心可能会发生更多袭击 伍特雷斯在埃及时 以色列外交部长表示联合国是反以色列的 德国之声以色列外交部长以色列卡茨声称 联合国预案在现任领导下已成为一个反以色列的机构 他的评论是在联合国秘书长安都尼奥 古特雷斯访问加沙边境时发表了 古特雷斯再次呼吁停火 并要求立停火 并要求立停火 称这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是一个不停的噩梦 联合国按理会未能就立即停火的决议达成共识 被指责为莫斯科袭击的ISIS三支 已经打击了塔利班与俄罗斯的联系 纽约时报伊斯兰国卡拉哈尼ISISK分支 是塔利班政府在阿富汗面临的最后一个重要对手之一 该组织负责最近在莫斯科发动的致命袭击 ISIS阿富汗多次发动袭击 包括对俄罗斯大事晚的袭击 并将自己定位为塔利班的主要竞争对手 他试图破坏塔利班与地区盟友的关系 并将政府描绘为无法提供安全的形象 ISISIS针对其他国家包括伊朗 并发布反俄宣传 塔利班与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关系最近有所改善 但ISIS亦续谴责这些联盟 他的家在印度遭到突袭 几周后他的尸体在世界的另一边被发现 澳洲BCC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BC最近的一份报告 印度情报机构正在外国领土上杀害希克分离主义者 而加拿大官员正试图掩盖此事 该报告声称自2014年以来 印度当局已在外国杀害至少7名希克分离主义者 这些指控始于2017年加拿大希克分离主义领导人哈迪普·辛格·尼加尔的谋杀案 这一消息引发了愤怒 同时也引发了担忧 担心加拿大的希克分离主义者会以暴力回应 印度政府否认了这些指控 但该报告很可能加剧印度与其希克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 尤其是在加拿大 希克分离主义运动始于1947年当时印度分裂 该国的希克教人口被分割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 自那时以来 希克分离主义组织一直在为建立一个名为哈利斯坦的独立希克教国家而战 该国将从印度西北部划分出来 印度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将这一运动视为对其领土完整性的威胁 并采取了各种手段来镇压 包括非法杀害和酷刑 而BC的报告表明 印度政府现在已将其行动扩展到海外 这份报告对印度政府来说是一个打击 印度政府一直在努力加强与西方国家的联系 近年来 印度政府试图将自己聊会成世界舞台上的负责任的参与者 并寻求外国投资和支持 而BC的报告很可能削弱这些努力 并可能引发对印度政府的反弹 该报告还引发了关于印度情报机构的角色 及其与该国政治领导层的关系的问题 如果这些指控属实 这表明印度政府愿意采取非法杀害手段来压制批评者 七次倒架 大次站起来 我们如何继续前行 澳洲 BC系陈研究表明 积极思考和追求快乐 并不总能带来真正的幸福 作者认为 人们能够继续生活下去 是因为他们有忍耐力 而不是不断追求快乐 敬畏的持久力即置身于某种广阔而神秘的存在之中 超越你对世界的当前理解 可以帮助人们感到更加平静 善良 无私 和有任性 作者引用了研究结果 表明追求敬畏 也可以作为一种对抗自恋的解药 我们越是经历敬畏 就越能感到振奋 作者建议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在生活中寻找敬畏 与其问为什么人们会精疲力竭 我们应该问他们是如何忍耐的 在许多文化中 度过困难时期被视为成功 了解人们如何忍耐 可以帮助我们学习任性 作者计划在未来的文章中进一步探讨这个话题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杂贵粉 抗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第三个视频